大家好,海地的第一夫人在预袭以后发表了声明 说雇佣兵刺杀总统的动机与新宪法公投有关 那么现在雇佣兵刺杀海地总统 他这个目的现在也公之于众 这是海地的总统莫伊兹 第一夫人马蒂娜莫伊兹受重伤后 转送美国迈阿密进行医疗救治以后 在10号首度发表的公开声明里面提到 他指责雇佣兵刺杀总统莫伊兹 认为其犯罪动机与总统莫伊兹 打算举行新的宪法公投有关 马蒂娜周六在接受治疗的迈阿密医院 发表以海地克里奥尔语录制的声明 并在他的官方推特账号贴了这个声明 海地国内电台也播放了他的录音声明 马蒂娜在声明中说 我活下来了 感谢上帝 但我失去了我最深爱的夫婿 若非内尔莫伊兹 我们携手共同奋斗超过25年 在所有这些年来 家中总是洋溢着爱 但突然间那些佣兵闯进来开枪扫射我的夫婿 马蒂娜又说 你们是恶名昭彰的冷血罪犯 才胆敢暗杀像摩伊兹这样的总统 连让他开口说话的机会也不给 你们知道摩伊兹总统是在对抗什么 这些人雇佣拥兵刺杀摩伊兹总统 以及他的家人是因为兴建道路 电力和饮用水供应计划 以及筹办公投和选举 暗杀摩伊兹总统的那些佣兵 目前已经遭到关押 其他佣兵现在想要毁掉他的梦想 他的愿景 他的意识形态 我正在哭泣 那是真的 但我们不能让国家迷失方向 我们不能让他的鲜血白流 马蒂娜随后不久也透过脸书 与海地人直接交流 他说绝不会抛弃你们 现在刺杀总统摩伊兹的28人中 警方已经逮捕了20人 其中有18人是哥伦比亚人 两名海地的美国人 另外击毙了3人 有5人是在逃 那现在看整个海地总统刺杀 整个事件应该有一个清晰的脉络了 那么就是海地当地的一个政治内斗 现在来看是海地当地的政治内斗 但是也有传言说 美国的一个保安公司 或者是雇佣兵公司参与其中 涉及到美国的雇佣兵公司 那这个其实也就说明什么 说明美国也介入到海地这次政治暗杀 虽然是海地的国内政治 但是美国也有介入 特别那两名美国籍的人 说自己是翻译 现在有另一种说法 他们是美国的雇员 探员 美国的探员 实际上美国政府知不知道 或者是美国情报机构参与 对莫伊兹的行为 现在很难 很难说 但是各个证据 直接指向的跟美国是有关系的 美国现在也派了调查人员到海地 但是现在有俄罗斯媒体分析 这些调查人员到海地的目的 不是来调查的 是来毁灭证据的 我其实对这个看法也是认同的 美国它这些情报机构 人是他的人 事是他干的 他以一个旁观者身份 我来调查吧 来调查 实际上把调查的结果 可能会有一些删减 会有一些毁灭证据 那这些人 自杀莫伊兹整个事件 未来的真相 我觉得不会有 会找一个替罪羊 找一个黑帮 或找一些海地当地的政治人物 成为一个替罪羊 处理掉 整个事件就结束了 所以大家看海地这个事 我觉得说明什么呢 其实就说明民主制度背后 民主制度的背后 也是有很多黑暗的 特别像海地这样的国家 它呢 像民主制度也不健全 另外的国家也非常贫困 特别像非洲国家 非洲国家搞民主以后 为什么出现动荡 动不动几个人 十几个人 拿个枪 占领个军营 搞个军事政变 就可以直接当总统了 就这个意思 就民主制度 它在一些落后国家 它反而引起了当地的动荡 大家都想争这个权利 反而有些非洲国家 有些强权 强人 统治了非洲 几十年以后 非洲国家反而有些发展 这就是道理 民主在我看来 它只是个工具而已 而且它要适应不同的国家 有些国家发展到了民主的阶段 它可以推行民主制度 有些国家没有发展那个阶段 你推行民主制度 你发展这些国家越来越乱 那你看到谁在非洲 谁在像海地这个地区 推行民主制度 美国呀 美国知不知道这个道理 当然知道 那它为什么还要在这个地区推行 因为它这个地区越乱 我不就可以撕裂你吗 敲筋你吗 我就可以控制你这些国家吗 这就美国为什么在欧亚大陆上 推行民主制度 在欧亚大陆推行民主制度 你这国家不就出现动荡了吗 分裂了吗 撕裂了吗 我们海洋文明 我们团结 我就可以控制你吗 合纵连横 控制你的资源 把你变成像非洲一样 所以我说过啊 有些国家看似好像是对非洲啊 对其他国家输出民主 输出意识形态 其实它抱有的不同的目的 这个目的到底是好是坏 还很难说呢 我只是拿海地之事给你举例子 有一些中国人吧 每天高喊着自由民主 他真是不懂 不懂自由民主的真谛 那个东西得适应什么 适应你的发展 适应你的生产力 另外呢 海洋文明大陆文明这个概念 我是第一个引入 我给你这个概念引入以后 你大概你也能看清楚了 美国为什么在欧亚大陆推行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本身碎片化 他为什么要推行这个民主制度 他就要碎片化你欧亚大陆啊 海地就是最简单的例子 你看看海地这个内斗 你看看 一个民选总统 美国搞几个雇佣兵就可以解决了 哥伦比亚雇佣兵啊 那那费什么钱啊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钱 很简单就把你国内政治搞乱了 如果是中国 如果是俄罗斯 搞民主化 未来呢 像海地一样这么乱 可能费点钱 当然也可以影响到你政治 那中国大乱 俄罗斯大乱 不打体内战 分裂成几块 有时候中国要分裂成7块 俄罗斯分裂成100多块 中国人有些人跟着一起啊 高兴啊 俄罗斯终于分裂了 不是你们怎么想的呢 这些人 你们脑子有没有一个大的格局 欧亚大陆的格局 站在文明的高度看 欧亚大陆变成碎片化 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吗 美国接着可以切割你啊 天天想是什么 合同连横 怎么去侵略别的国家 占领别的国家领土 那么跟当年成吉思汗 是不是一个想法吗 扩张扩张扩张 成吉思汗最后的结果呢 蒙古人的结果呢 你看现在你 你能找到蒙古人吗 就剩300多万了 外蒙古就300多万人 那蒙古人 其他的人呢 早就消散了 欧亚大陆要团结 你光靠占领去吞并领土 领土那个东西 他不能做到整个欧亚大陆的团结 你站到文明的高度 我给你一个不同的视角 我呢 我这个人的意志形态啊 很多一部分受地理决定 我就是希望欧亚大陆能够团结 海地这个例子就是非常明显的 你不团结 搞民主 对吧 搞民主化 跟着美国那一套 最后就是撕裂 甚至内战 就像现在 总统 选一个死一个 你得能听懂啊 你得能听懂啊 另外欧亚大陆啊 一定要团结 千万别以为俄罗斯分裂了 你把俄罗斯 股东俄罗斯分裂了 对中国就有利了 你错了 那这是非常low的想法 真正高的战略家 他会想的整体的 亦容俱容 亦损俱损 欧亚大陆要整体性的 人连普京都能想到这一点 就是你瞧不起的 俄罗斯人普京啊 他都能想到这一点 中国人里边竟然没有吗 中国人里边都是一些 一些非常low 非常低级的想法 连点战略都没有 这样我觉得很震惊的 有一帮人 他读了历史的 也天天跟着美国人一起忽悠 肢解俄罗斯的 这是很low的想法 思维高度 站得高一些 从文明的角度看 俄罗斯人 就你瞧不起的 俄罗斯人都能从战略高度看 跟中国的关系 两国维持稳定 维持和平 你中国人怎么没有俄罗斯这个高度 这让我很震惊的 我觉得看我频道的你们都是有这个高度的 你们都是能理解的 中国人看问题千万 不要那么low啊 一定要看得更高的高度啊 要不然被俄罗斯人都比下去了 那俄罗斯会瞧不起中国人呢 怎么我们都看到这了 你们才看到那啊 你怎么叫洋洋大国 怎么叫什么有战略 战略眼光的这个国际 有国际观的人呢 是不是 你还不如俄罗斯人呢 还好啊 中国这个自媒体里边有我这么一个人 有我这么一个频道 能提出一个更高级点的观点 海洋文明 大陆文明的观点 能配合着俄罗斯的想法 让俄罗斯认为 中国人里边至少也有一些人想法 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看 不是那些非常low的啊 那帮民族主义者啊 那帮什么地 地 叫什么 地理 地理狂 就想收人远东的那帮人 我不点名了啊 那帮历史老师 太low了 还好 还好 你能看到我的频道 站在更高角度啊 其实你心胸也就开阔了 有一些事情呢 你看到 整个的一个样貌也就变了 一定站到更高的角度看啊